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桥社新闻 我是黄金仪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关心 为了表达对各桥团的关怀 驻芝加哥办事处处长何振环 在新年之际展开向30多个南北华部传统桥社 以及社区服务机构的拜年行程 尽管正值寒冬 何处长一行人依旧冒着风雪 马不停蹄的拜会 而各公所以及各社团也都准备了热茶和丰盛的点心 热烈欢迎何处长等人的到访 2016年一开始 驻芝加哥办事处处长何振环 依照传统惯例走访南北华部桥社拜年 大家顶着冷烈寒风 陪同人员有桥教中心主任王伟赛 桥务委员赖建志 向方针 李湘岚 中华会馆主席黄于文 以及猴年新年晚会总干事王建平等人 首先大家来到至校赌清公所 进行上香祭祖仪式 展现华人圣中追远的美德 再国公 三国公 乔邦们除了赴道恭喜 何振环处长还致赠红包 以及乔委会印制的春联增添过年喜气 冒着风雪 大家接着来到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梅市总公所 总公所里挂着许多历史照片 其中更有国父孙中山当年到芝加哥为革命募款时 与梅市支持者合影的历史照片 对于巧舍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 何处长深受感动 行程下一站 来到皇室宗亲会 宗亲会特别准备丰盛的茶点招待 何振环表示 皇室宗亲人才积极 中华会馆在今年还选出了第一位 女性主席黄于文 而他就是皇室宗亲 王建平总干事也盛情邀请大家 参加大支桥学各界的猴年新春晚会 而在智德三德公所 由总理周肇喜致欢迎词 欢迎大家来这个这里 今天来和谐跟大家这个拜个新年 我们这个公所会继续跟这个 办事处的话继续以往 这个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来往 我们多多这个交往 这次办事处的新年拜会行程共有三天 何处长等人南北华步走后 拜会了三十多个传统桥社 以及社区服务机构 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开春的这个 新年的前面这三四天能够按照我们在 芝加哥的一个传统来跟所有的传统桥团 还有一些社区的机构来拜年 那这个整个三天走下来 我的内心虽然天气 芝加哥天气还是蛮寒冷 可是内心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也希望呢透过这样的拜年活动呢 能够表达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我们小姐的关怀之意 最后大家拜访华人护助会 长辈们以温馨的歌声欢迎大家 也展现侨胞们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淘宛官电视张淑季美国居家哥采访报道